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乔老师 后来有很多小朋友啊,还没有把自己的第一次献出去 所以呢,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,有位小朋友问到说 乔老师,我第一次还在 但是呢,我自己玩的时候呢,时间很短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,是不是早现呢? 其实啊,无论你是否有过性经验 男生在自娱自乐的时候呢 跟实战的时候的时间呢,他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啊,你在自娱自乐的时候呢 你更加的放松,更加的投入进去 而且呢,可以更好地感受到这些刺激 甚至你也更加的了解你自己的敏感点 在这些多重情况的叠加下 会导致你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呢,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呢 情况却不会这么的乐观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合作的运动嘛 就算是对方无比的配合 你也许没那么投入 或者是你的状态不佳 甚至是你脑子里面可能在想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那么时间肯定是跟你自娱自乐的时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如果说你有了性经验之后发现 你的时间确实是非常的短的话呢 那这个呢,就需要通过科学的训练来改善了 想要知道如何解决早些的问题吗? 找我的助教就对啦 科学弹性,关注我吧!